Hello,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郭超, 欢迎收睇FINX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讲要买外地楼的注意事项 最重要的是你,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因为很多人买外地楼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很喜欢那个地方 如果我在东京有一间楼就好了 如果我在二世古有一间楼就好了 我经常过去那边滑雪 或者在泰国有一间楼就好了 我本身一年去五、六次泰国的 每次都去几天的 我自己自住也可以, 租给朋友也可以 再不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陪他们养老也可以 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些说话 或者你自己和自己讲过这些说话呢? 当然啦, 你说当买一件玩具 个人喜好, 这个色除专辨 没有意见 但如果你说你要牵涉到一个金额 你都会在意的 那就变成是投资了 因为如果你那块钱放了下去 而有得玩之余, 还有得增值 那当然最好 但你要首先确认你自己这个项目 你是究竟用来投资, 只是for fund 你评分的, 你就不要管它涨多少 你评投资的话, 最重要它涨多少 很简单, 譬如说泰国 那才算 香港人太喜欢去泰国了 真的 所以很多泰国的楼盘 楼盘在香港买, 其实都买得不错 我有个朋友, 他很喜欢泰国 他四年前买了一个楼盘 那时候他都给我看过 那楼盘的case是怎样呢? 那位售盘跟他说是一个泰国曼谷的贝沙湾 那么20分钟左右可以去回 譬如说是罗马, 诗叶马, 诗叶马, 诗叶马 我不太懂读 那些商场 那边可以购物, 买东西 附近有BTS站 亦都有一些大型的汽车的show room 那边很英俊 他买了160万港元一个 买了两个, 还要full pay 他本身找到钱, 当不买玩具 收楼, 收完回来 他就没有装修, 没有买任何傢俬 丢了在那里 那我就问他, 喂, 搞什么? 你那间楼放在那里干什么? 他说, 因为呢, 他查过了 那里呢, 是, so far, 租出或者入住率 不够一成 那所以他觉得, 如果我再要每间屋 扔十几万进去做装修 的话呢, 那未必是好化算 因为你装修完, 你都未必租得出 自己过去住呢, 我说, 你不是很喜欢泰国的 他说, 那里太闭了 我去, 出入, 我都要折的士 你知道, 泰国折的士有比较麻烦 那我说, 那有没有办法做Airbnb呢? 我说, 应该都不行了 因为在泰国做Airbnb呢, 就不合法的 他们那边呢, 要拿一个旅馆牌呢 他要做一个环境的评估 消防的评估, 才拿到一个旅馆的营业执照 如果你硬硬去做的话呢 是会, 最高刑罚是会坐一年监 还有罚款两万元泰铢 那你投资而已 大哥, 你不必找监管来坐 你以后不去泰国 那样东西都不能做 就放在这里, 一丢就丢了四年 所以这个呢, 他买的时候可能一时冲动 或者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 就没有做足这些讨论 你说三百多万对他来说 可能那时候不是那么大不了 如果我这三百多万, 我买了荃湾一个小型的屋苑 可能现在已经变了四五百万, 五六百万 那你始终心里面都会不安乐 好老实 另一个地方是二世股 二世股就是香港人好, 喜欢去的 就是日本人不去那边滑雪 因为那边消费又高 大部分都讲普通话 现在已经变成要是广东话, 要是普通话 最早期投资二世股那些全是澳洲人 因为澳洲那边滑雪, 冬天就去北海滑 然后夏天又回到自己澳洲滑 所以最多就是澳洲人 澳洲人那一层就赚得挺好的 只是一五年, 其实只是二世股的地价都升了77% 整个日本来说, 差不多升得好过银座 但是又说回两头, 比如说苏文峰师傅 他也有买二世股 但是他那时买, 那时是对着九算日元 现在是对着七算, 有时变到六 一个拉云呢, 其实又不是说赚得很多 老实说 所以经常都说, 买外地楼就一定要注意 其实你是和在外汇没有分别的 怎样去对冲这一件事是一个重点 譬如说现在一个最值钱的地方 就是Appahirav Welcome Center 那个十字街那里 大家有去滑雪就不知道我讲哪个位置 那里如果一个普通的service apartment 1000尺, 松一点点 都在说卖成亿的人员 亿多的人员 亿多的人员可以买到些什么呢 我不如给你一个概念 譬如说亿六的人员 你可以买到一个东京近郊一栋的建筑 可能是二十几个单位 但是他现在是买一个单位 那你想一下, 其实他那边已经升得多夸张 那你说, 喂, 现在我还有一些钱 值不值得投资呢? 我就觉得一样 因为, 现在第一二世股 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Apparity Ralf的位置 那条斜路呢, 很多酒店已经落成了 那当然, 那些酒店也租得很贵 四五千元, 六七千元一晚都有 因为人家有Ski In, Ski Out 如果一出去, 我就可以滑下去, 坐上升 那有些没有Ski In, Ski Out 那些就会便宜一些 那现在是有一个热潮很多人去滑雪的 所以, 现在暂时来说呢 那边的酒店都仍然很租 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呢 因为你有半年时间, 你是没有人租的 你那半年, 我当你追得很好 来说呢, 我那时候是那条数 其实拉云都是只有两厘左右 三厘都不够的回报 那, 拭除专面了 而且, 也升了这么多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拿着几百万的 更加多有爆升潜力的投资机会 甚至是外地楼, 也有很多 我觉得, 不需要丢去而细股 几千元就买到几千元一晚 我租来玩, 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不需要一定要自己拥有那件事 就是, 喜欢和拥有是两件事 这是买外地楼, 必须要留意的一件事 那, 今天说到这么多 喜欢这个频道的, 给个赞我, 分享这段影片 那, 是这么多,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